1月30日周二上午 UPS公司官员宣布 由于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UPS计划裁员近12000名员工 并发布了今年的收入前景 导致其股价在开盘时大幅下跌 UPS总部位于亚特兰大 公司首席执行官卡罗尔托梅 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裁员是2024年资源调整的一部分 将为公司节省近10亿美元 该公司还暗示其卡优地卡车 装载经济业务可能会被出售 UPS财务和战略传播总监布莱恩·修斯 向今日美国证实了此次裁员 修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2023年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导致我们的销量下降 收入同比下降超过90亿美元 修斯表示 因此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调整其全球员工规模 并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 1万2千个工作岗位 他没有详细说明哪些职位将被取消 修斯表示 公司将为所有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 包括遣散费和再就业援助 根据UPS网站显示 UPS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 去年9月 UPS和代表大约34万名 UPS工人的卡车司机工会 就一份新的五年合同达成了初步协议 双方达成的这一初步共识协议 脱媒称之为三营协议 帮助UPS和美国经济 避免了对美国物流网络 可能造成的严重打击 UPS周二还表示 董事会议批准将于2月20日 对现有股东发放的季度股息增加1美分 请你设计者的 implant计者 提供下了 Judy 看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